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北韩长城火箭发射基地的这个照片真的曝光了 怎么讲对我们今天现场的专家来讲 可以讲的头头是道 对我们这种门外汉来讲的感觉就觉得 北韩真的好像在写一个好莱坞电影剧本 里面真的是太精彩了 北韩要给大家什么颜色瞧瞧 搞得南韩日本台湾我们在周围很紧张 美国好像一个大英雄一样要来救援 结果现在大陆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有没有扯谁后腿呢 好了然后北韩想说 好我现在亮武器给你看看 搞得现在紧张得不得了 我们先来看 就是这张照片曝光 让北韩邻国各个绷紧神经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长城火箭的发射器 还有清空的场地 都说明金正恩这次可是完真的 美国国各方不相信 虽然金正恩口口声声说要试射卫星 但是这很有可能是师臣老爸金正日的外交伎良 真正的目的是要发射飞弹 由于北韩长城火箭将会往南发射 飞过南韩冲绳甚至台湾的上空 各国不敢掉以轻心 也让就在射程范围的日本 已经做好拦截飞弹的准备 北韩中央社报导 4月12号到4月16号 是发射卫星最有可能的日期 而15号刚好是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百岁名诞 最适合孙子金正恩巩固领导地位 对北韩来说更是发射长城火箭的最佳时机 中天新闻林嘉全编译 好我们今天现场一字排开 一排的专家要来教我这个门外汉 怎么看这简直像是电影剧本一样的 这个北韩情节 先看到军事专家张有华 大家好 全球防卫杂志教授 防卫杂志采访主任 这个师主任师校伟 主持人好大家好 南江美言锁教授陈一新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文史工作者汪灿耀 大家好 军事记者黄敬平 大家午安 好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老觉得常常在听到 北韩又要干嘛了干嘛了 又要试射了 还是卫星了又是导弹又是干嘛的 可是呢这个有华 他们每一次都师出有名吗 那这次又是干什么 他们师出有名 他们每一次试射 都会编造一大堆的旅游 像前两次的试射 是往东边发射 所谓往那个东边发射的话 就是往那个日本海的方向发射 那个日本海的方向发射 他们都是说 他们要发射卫星 他们要那个测试卫星等等 这一堆旅游 这一堆旅游只证明了 就是北韩根本是一个流氓国家 这种国家是流氓国家 就是美国定位叫做流氓国家 因为他知道他在传统兵器上 没有办法跟南韩跟美国对抗 所以他只好去发展这一类 所谓的核武 那他发展核武的话 你不能抱在怀里嘛 那你一定要发射出去 好 发射出去就要有载具 那现在的载具都很简单嘛 空中 陆地还有水面 那空中 陆地 北韩是没有办法发展 那剩下的就是长城导弹 空中跟水下它没办法发展的话 它只有往那个陆地方面走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它发射卫星也好 导弹也好 它真正的用意大概只有一个 就是它逼迫美国上谈判桌 它不要六方会谈 它只要跟美国谈 你美国你保证 我北韩的绝对生存安全 所以我就会放弃 如果你不能保证的话 耳后的继续发射卫星或导弹 我们就大家可以等着看 我以为发射卫星或是导弹 这种事情应该是很神秘的 因为是一个国家的武器 是他们的武力 不会 因为现在针对北韩 美国有两枚导弹卫星 一直锁定在北韩的上空 只要你开始装填了 就是燃料 你开始装填燃料 就是我们刚刚那张照片看的 就是说只要你清空 你要装填燃料 我就可以推断 你大概什么时候发射 你的弹道轨迹 再透过C4I SR的连线 它可以均准地预估到 你从哪边发射 然后你要发射到哪里去 所以施主任 我们可以讲说 美国现在准备好了 是这样吗 它其实从各种的方式 从间谍卫星 还有从那个 我们包括像监听 其实监听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当你知道 发现他们 比如说 他们现在所知道的发射基地 跟北韩那个平壤之间的通讯 突然那个通联度突然大增 然后因为美国的这种监听 它不只是监听无线电的这个讯号 它甚至现在能够监听有线电 就是你用固网传播的 它都有办法去抓 固网 对对 这个很可怕的地方 固网啊 对很可怕 它可以入信人家 email 系统 所以就变成说它可以知道 就是它目前北韩 它准备发射的这个程度 然后再配合上那个卫星照片的佐证 它就可以大致甚至于说 因为你发射卫星或是说发射飞弹 它这种你只要拉出来在这个测试场上 因为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在 人造卫星底下藏得住嘛 你只要你做到什么程度 它就可以按照它所收到的卫星 照片的情报来判断 它现在已经到哪个阶段了 那么靳平他们这一次要来不管是卫星还是飞弹 谁知道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相信北韩 但是他们还找了日本人去 说找日本人来观看 结果日本人说不要 现在应该很紧张吧 主要是这一次发射飞弹 除了刚刚那个有华哥跟校伟说讲到 它背后所代表有一些宣传的意义 还有它的一个恫吓 还有武力炫耀的一个性质 当然北韩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一个很穷又闹饥荒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 现在其实它在发射飞弹 它也事先把日期告诉了大家 中间有几个含义你看4月15号 是他们已故了领导人 金日成的这个百岁的一个名单 然后再加上4月25号 是北韩人民军的一个建军的纪念 所以它安排在4月12号 到4月16号这个落点之间 其实哪一天他们有告诉大家 有可能是12号 13 14 15 16 这五天都有其中一天都有可能 所以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为什么发射飞弹发射那个卫星 你要告诉大家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机密 其实它告诉大家只是说 这个range里面 但哪一天它不告诉大家 但其实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像美军 或者是驻韩美军 或驻日美军 还有日本南韩 这些国家在内都紧密的派 包括间谍也好 情报征收来源也好 或是他们的一些军事装备 或是军事卫星 间谍卫星 都能够侦测探测的到 所以你才会看到 北韩的一个 它的一个卫星发射载台 已经弄好 已经部署好了 还有包括一些雷达车 那主要就是北韩 它动作要做主 就算这次一场戏好了 一场秀 飞弹发射秀 因为090它就发射过一次 那时候是光明星二号 当时其实北韩 因为在美国 日本韩国人眼中当中 你只要有能力 发射这种长城的卫星 对不对 那你等于就有发射 长城飞弹的能力 而且北韩讲的话 大家其实一直不相信它 所以身为美国队长 美国这个老大哥 带领这一群南韩 还有甚至中华民国 台湾都被包括在内 还有日本在内 复仇者联盟 盯着它盯得很紧 以美国为首老大哥 就不相信北韩说 你应该是发射那个飞弹 然后你叫我们去参观观摩你 他也邀请日本 请日本派专家到这个北韩来看 我们真的是发射 那个卫星 不是发射什么飞弹 但是那一个飞弹 就像我刚讲 2009年4月那次发射的 光明星二号 后来大家的据了解 就是大普通二号 它那个发射 光明星二号的火箭载体 就那个工具 常常那个 如果观众比较不知道的话 那个火箭 后来就是大普通二号的 一个基本的雏形 所以他们现在在发射 光明星三号号称 就update的一个新的那个卫星 大家也会怀疑是不是 是不是大普通三号的火箭飞弹 是不是更长程的一个导弹 射程更远 因为我们知道 北韩的那个飞弹射程 一直是周边很多国家所关心的 我这边iPad 是从那个国外的一个网站抓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北韩的这个飞弹的射程 这个圆圆的在这边 就是大概几百公里 就是包括朝鲜半岛 如果射程超过两三千公里的话 他就涵盖着日本在内 那射程如果超过三千五百英里 也就是六千多公里的话 几乎可以达到美国的西安 阿拉斯加 甚至西安的大城都可以达到 你看这个圆圈圈一个轴形 到第二个圆圈跟外围 所以美国日本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他觉得你北韩是挂羊头卖狗肉 你这个东西 你说我这个不是飞弹 是卫星 但是日本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找我去帮你背书 反正我只要紧盯着你 我把这些具有标准二号跟标准三号 海上拦截型的这些防空飞弹 我在那边部署好 还有包括我们的神盾舰 还有日本的金刚机 这些主要的一些战力 我部署好我等你 你只要越过日本 因为当时日本最在意的就是 北韩发射飞弹的时候 往往不通知日本 故意越过日本海 像刚刚有华克讲的 而且甚至它的残骸 或者一些所谓的火箭的一些弹体 会有部分落在日本海 或是日本的境内 那还得了 砸到我们 那我就要把你射落 所以上次090那次发射 北韩也说要发射 日本那时候外相也扬言 他日本的防卫厅长 完全是相当于我们国防部长 也说你只要发射 经过我们日本 我就击落你 就两边就互相呛瞎 就好像在演电影啊 坏的那个北韩的坏大反派就说 我要发射 我会经过你家门口 那这边就说 好你经过我就打你 结果两边都骂来骂去之后 结果好像虚晃一招 那后来的确证实也发射过了 然后也越过 有些像是甚至越到太平洋去 所以日本现在他很急着说 在首相的那个官邸办公室 下面成立一个对策室 把所有的那个外交 还有防卫厅的大臣 全部照来开会说 会不会真的发射 他们也搞不清楚 因为北韩这场戏 到底怎么演 大家都在看 所以陈教授意思就是 如果像竞平刚刚所解释的 那北韩是真的有实言过 对不对 他说他是光明星二号 结果说后来 这原来是大浮动啊什么 所以他之前也就是 有些back credit 让人家不相信 在上个月 美国的前国家安全会议里面的 亚太资深主任 这个Jeffrey Bader来这里 当时他演讲 所以有人问他 北韩到底发射什么 他说北韩呢 即使发射个冰箱到太空上 也能够证明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能够发射飞弹 至于他发射卫星还是冰箱 并不重要 这个证明呢 就是北韩这个事情 他是我想他是一个 因为是金正恩上台以来 第一次这么重大的宣示 虽然之前也前几天也有发射小型飞弹 但那个基本上跟这个不能 不可同仁语言 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 有一个宣示的作用 第二个呢 他可能是拿来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那么假设他还是会发射了 而且发射的真是卫星 那么也证明他有发射飞弹的能力 这也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 那么就我同意刚才有话所说的 就是让他到这个进入六 美国呢是并不希望跟北韩单独谈 他还是希望在六边会谈的一个架构下 来谈这个问题 但是呢就会引起很多国家的不快 俄罗斯也不快 中共也不快 因为跟美国谈 就把中共也甩到边上去了 那么南韩当然更不爽 这次呢影响了国家非常之大 那么连东西国家 当然东西国家 包括这个菲律宾啊 印尼都有可能被碎片砸到 那么我们当然也派也准备飞弹这个戒备 那么是不是会飞过我们这边 大概可能性不高 但是呢假如说是经过的话 我们也有义务要把它击落 免得这个造成比较可能不知道 不值得不能够预测的一个伤害 那么总之来讲 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 这是一个秀 这个秀呢跟金正日的不一样 他这次我觉得他显示出 他的姑姑的姑丈的那些北韩的这些老将呢 显然是更老谋深算 他拿这个来做一个不只做个秀 还做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那么将来怎么去谈呢 美国已经暂时停止 这个对他的粮食援助 那么这个中共呢 现在是其实中共讲得很清楚 他没有能力去管这个事 虽然美国期望很高 对中国大陆 但中国大陆 他两手一摊跟美国讲 我也没能力 而且中国大陆呢 在粮食的方面 还是常常受到北韩骗 有一次呢 这个北韩要中国大陆救援粮食 中国大陆派了一艘船去 然后北韩就跟中国大陆讲 说你这个船上的粮食都腐坏了 腐败了 那中国大陆要再送一套 送一艘 那么中国大陆也派去了 要把原来那艘收回去 看看怎么回事 怎么会腐败 然后北韩说我已经烧掉了 其实他两个两艘都要了 讲得到 所以这个是 这是比中共还厉害 中共常常都恨得痒痒痒 所以说可见呢 这个北韩这次呢 那是金正恩的时代 现在我觉得金正恩的时代呢 可能会比他父亲或者祖父时代更厉害 他更会玩这个国际政治 也许金正恩年事上清 但是呢 他有很多老将在 老先生在帮他忙 所以说他这个也不能够轻忽 他的这个意涵 所以有华兄这样看起来的话 真的是没有人有把握 你这到底是卫星还是导弹 还是飞弹事实 从部署我们看不出来 从部署绝对看得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他当年 那我讲先讲中国大陆的例子 大家比较熟悉 中国大陆叫做一箭两星嘛 他一方面是导弹 一方面是卫星 所以中国大陆长征系列 他几乎都是东风系列导弹 把他移植过去的嘛 只不过一个是军用 一个是民用 所以美国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 就是说当北韩证明 我发展了核武 当北韩又能证明 我又有弹道导弹的载具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对于周边国家 对于日本 对于俄罗斯 对于中国 对于美国 对于南韩 甚至于对于台湾 它产生的一种威胁 那个是威慑性的 而不是实战性的 这种威慑性的就如同 欧巴马到38度线 各位晓不晓得38度线 它有几门火炮 将近1800门的火炮 是对整了首尔的市区 然后它每一棵树上面 各位可以看看 当年美国为了跟北韩砍树 居然发生枪战 然后美军被那个击毙 因为它每一棵树的 差不多支角这个方面 我们是炮兵的 叫做三角定位 我只要看到支干 然后把它延伸出去 距离把它延伸出去 我就马上断地 我这一门炮 我可以打在什么地方 这也就是欧巴马 为什么到38度线 那警卫重重的关键所在 那换句话说 它既然可以威胁汉城的话 它就不用使用那个导弹 它可以威胁首尔地区的话 你就展示火炮好了 但是北韩不是 北韩它展示的导弹 而这个导弹 它既可以做民用 它也可以做军用 况且你还要看它的火箭 如果是一节火箭 大概射程多少 两节多少 三节火箭大概多少 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 你推估的话 它这一次 不管是发射卫星也好 它发射导弹也好 它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它至少对这个六个国家的周边地区 它能够产生一个严重的威慑作用 那可是刚才有华兄有讲说 这个其实从这个部署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夏伟松你从这个 我们从高空看的这个卫星图的话 你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到底是飞弹还是卫星吗 其实首先这次韩国 就是北韩 它这个卫星也好 飞弹也好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卫星 或是一个政治飞弹 为什么弄得大家这么鸡飞狗跳 鸡犬不宁啊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所公布的发射轨道 就是从它发射 进入地球轨道 这整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反常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般而言 你要发射卫星 为了要节省你火箭的燃料 让你的火箭能够更有效率的 把东西送进地球轨道 大家都朝东边打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朝西边打 那个国家哪个国家 以色列 为什么 它朝东边打 万一不成功掉下来 全部掉在阿拉伯国家 那还可以 所以全世界只有以色列往西边打 其他所有人都是往东边打 但这次北韩国家 它从北往南打 它通过琉球 然后那个菲律宾海进入太平洋 然后才进入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 这种打法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打 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 你打的到底是卫星 还是那个飞弹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政治 飞弹也是一个政治卫星 好 这下 那个更清楚的 影像情报来了 那个在 那个38度 这个北韩38度线 这个网站里面 它公布了一系列的照片 我们知道 Nothing gets high under the sky 什么都逃不掉 什么都逃不掉 所以你看 你 它这次公布了 这个几个图片里面 它这是 我们从这个图片中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 这两个 应该是它的火箭发射场 然后火箭发射场的旁边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卫星照片上 清楚的拍到了 这个 所谓的就是那个 燃料 或者是那个氧气 因为 你这种火箭进入太空 如果你是要打 那个火箭 打人造卫星的话 它大概一定是用 液态氢或液态氧的 这个作为燃料 才能够做 那个推送 那个火箭进入太空 所以它的事前装填的 这些液态氢 液态氧等等 这些燃料都放在旁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 那个照片 就是说 它这些 因为它旁边有很多 很多的这些 燃料槽 或者箱状的 这种 长的那种 桶状这种东西 应该都是装这些东西 因为它这些地方 东西没有办法 在限地制造 以从别的地方 做好了运过来 然后再看到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北韩的 这个附近 你看它整个北韩 这个附近的 那个卫星 那个发射站 可能发射站附近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公式之中 它有 首先它有一些 新的这个设施 就是说 它这些新的设施 它可能把山顶推平了 然后另外 它也有一些 火箭测试场 准备那个 要那个 测试它的 那个火箭引擎 因为火箭 在发射期间 你要测试它的引擎 完全正常 才能打不然 万一那个 飞到一半 这个挂掉 那就 就像上次一样掉下来 那另外这边也有 包括像碟型天线啦 还有雷达啦等等 因为你发射下去以后 不是发射就算了 你还要追踪它 你才知道 它能不能顺利进入 所以你看 现在又有个无头公案 那个光明星2号 北韩说进去了 美国说没有 掉到太平洋里面去了 插就插在这里 好 我们再看第三张这个照片 这个第三张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大楼 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 一开始我讲 就是说 美国人会确定说 可能要发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活动 会越来越频繁嘛 所以你看到 它这个运送的车辆 还有那个大楼 附近的这些东西 那个设施开始 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知道 差不多了 快要发射了 美国现在紧张的半死 马上回来 嗯 嗯 嗯